音樂 其實我在課堂上對學生的要求有三點 一個是要求學生做主制稿 一個是要求學生上課回答問題 另外一個是回家做作業 那這三個要求其實很難 在課堂上的某一個學生身上達成 也就是說很難有一個學生能夠在課堂上 跟課後同時完成這三件事情 或者是看開放式課程的同學們 他們的回饋讓我覺得很高興是 這三件事情會落實在不同的學生身上 尤其是邱同學 他將我的課程做成了主制稿 那有另外一位同學寫信來告訴我 他看我的課都會對著電腦螢幕在那邊回答 那家人覺得很好笑 另外的同學是他跟我講呢 他雖然沒有辦法親自到課堂上來上我的課 可是呢他看了開放式課程之後 他很認真很認真地把媒體的作業都做了 那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同學們 他告訴我 其實他們看了開放式課程 然後對他們在學習上 唸書上的一些不同的影響 讓我覺得其實很高興能夠錄製這門課程